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突发事件 东勇市广饶县 一位老人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呕吐晕倒 家人在送医的路上 遇到了车流高峰 紧急时刻 他们赶紧向路边 执亲的交警进行求助 10月16号上午 我们在执亲的时候呢 就只有这么一辆 执亲的民警二话没说 驾驶着警车 在这辆车前面开到 火速赶往医院 就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让整场行程上下轻车 我们呢 带着这个车辆窗户能过去 途中由于求助人员 驾驶速度无法跟上警车 情急之下 民警帮他们驾车 快速赶往医院 原本接近半个小时的路程 民警只用了10分钟 目前老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一场惊心动魄的紧急救援 多亏了民警 也希望老人能够尽快地恢复健康